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局出动了大约90名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工作 不过截至截稿为止还没找到该名女游客的东影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今天在巫统大会上发表演讲时 呼吁党员深思巫统单独出战大选会是当前政局下的最佳选择吗 他指出如果只凭着党员支持不足以让巫统在大选中获胜 因此巫统必须走出同温层 另外扎西也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某些政党是乌归政党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像他们 我所为了的众党员成为为了团队 我们成为为了团队 令我们成为为了团队 不仅仅在南部国队 我们看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团队是白色的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正式加冕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接受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在发表演说时展现大谈结气势 向全民保证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不过贺锦丽也不忘大肆批评对手特朗普 他指出要是特朗普再度当选 将会带领美国走上回头路 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 更多国内外资讯锁定今晚8点最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